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羽柴社,我是天羽 这个就是我的犬社,然后这一边还有这一边都是我这个养柴犬的地方 然后就今天拍视频的目的就是和大家介绍一下柴犬的四种体色 让大家这个认识一下柴犬的这个赤色,白色,护麻色以及黑柴它们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柴犬当中很常见的一种赤色 你像他的脸很白啊,是不是啊 他的背毛呢,相当于这个特别赤的那种赤柴啊 他的稍微淡一点,但是现在很多大部分的犬社啊,都是这种柴犬 就是说白脸,这个赤色的这种这个体色背毛啊,稍微淡一点点 但是他也非常好看,笑起来很甜 这也是为何很多犬社都喜欢繁殖白脸的人 因为品相,卖相特别好,特别受人欢迎 当然这缺少了一种柴犬的一种个性啊 就是说他比较这个那么犀利,可能稍微可爱一点 这个是黑柴 大家常见的黑柴 他的名字叫可乐 可乐 黑柴他是有这个领花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柴他都有多多眉 并且他的这个体色分布啊,和赤柴是不一样的 他整个背毛是黑色的,他的鼻梁这个地方啊 不应该出现黄色或者白色,只是黑色 他的鼻梁非常好,黑柴是看胸花的,他的胸花领结完美的话 这个黑柴就很好,但是不能完全以胸花领结,完全为他的标准 更重要的就是看结构 只有结构好的狗狗,他才会非常好 当然这个黑柴除了这个背毛体色和这个赤柴不一样的原因 他其他任何地方,你像结构啊,是吧,都是和赤柴一样的 他也是和能,也能和赤柴搭配的 还有这个,这个比较调皮的,看他小木狗都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的大熊 大熊一看到小木狗特别兴奋 大熊一直是我犬式的种工,第一个种工啊,非常好的种工 大家可以看到在日常的这种拍摄环境下 他的背毛体色呈现出来的这个赤是非常亮的 在阳光底下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大熊这个柴犬不光是从结构还是尾巴形状啊 当然在这个小笼子里面啊,为了结构空间 拍完视频,他有大笼子了啊,他肯定想象很拥挤 他这种体色的柴犬非常的少 大家可以看他的这个面部,这个体色的这个结构啊 就是说他面部的结构跟这个白脸柴犬分布是不一样的 白脸柴犬的分布,他的整个面部,他显得很白 但是这种赤柴,这是黄脸,他都特别黄 他整个的鼻梁都是黄的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啊,这个赤色的柴犬可以说是也不少 但是随着这个人们大众化的这个喜欢啊 对方三纸这种白白的这种卖向好的柴犬 因为白白的这种脸的柴犬在幼犬的时候卖向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像这种赤柴,黄黄的这种,很赤的这种 他在这个小的时候啊,偏黑,偏黑,偏灰 就是说他整个的背毛,还有他的绒毛都会显得灰跟黑 然后特别的丑,卖向不好,导致人们都说这种柴犬很丑 其实不是这样的,小的时候这种这个黑的柴犬,灰的柴犬啊 如果他的基因遗传,他的父母很漂亮,性格没有问题的话 他长大之后啊,就会褪变成赤色,也会非常的美 但看你喜欢哪一种啊 但是,我是养这个柴犬开选社的啊,这么些年 但是我,据我发现啊,现在海钻犬社都没有这种赤柴了 都没有这种赤柴,就是说他整个的背毛 特别深的这种柴犬,很少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能是吧,也要找很久 因为现在大众化的原因啊,人们这个也是为了需求 大部分都翻着白脸的,那种黄脸的,见见淡出人民的视野 当然这种柴犬也是不好繁殖的 比方看他黑,但是不好繁殖 这种柴犬,这种赤柴啊 他繁殖啊,他是需要进入黑柴基因的 只有这个黑柴基因 才能够顺利的搭配 才能够出现赤柴 大雄,你看大雄 大雄非常漂亮,很好的一只柴犬 他只有16亿种 这是白柴桃子 白柴的繁殖就相遇于容易的很多 因为白柴基因在这个赤柴繁殖或者黑柴繁殖啊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你像这个白柴如果用这个赤柴搭配的话 他会这个淡化赤柴的体色 就会能生出白脸的柴犬 那能淡化这个赤柴 深颜色赤柴的这个体色 就会起到给下一代这个繁殖这个白脸的这个柴犬 起到一个稳固作用 当然他在黑柴的这个繁殖过程中也会出现作用 比如说给这个黑柴增加一些这个凶花的这个是吧 这个呈现度啊 或者是这个黑柴痘痘眉的呈现度啊 它会出现很重要的一种作用 当然有很多人他排斥这个赤柴的繁殖啊 但是我和大家说啊 每一个犬舍都会有白柴 有的时候啊 这个犬舍可能不会拍 但是白柴在柴犬的繁殖过程中啊 少不了它的 这是必须要用白柴去 用白柴去 然后来来配合赤柴或者配合黑柴也好 来这个搭配 它能繁殖更好的柴犬 当然再来一个就是护麻柴 护麻柴比较特殊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护麻的这个背色 呃这个显得很 还有很有原始啊 很有野性 它整个的背毛呢 就有很多的这种 呃黑麻色 然后 它整个的这个黑麻色呢 呈现在它的背毛或者脸颊额头 以及下胸的这种部分啊 呈现出这个护麻色 护麻色这种柴犬是非常的难搭配的 就算是护麻它的遗传 也是非常的不好的 护麻不一定能生出护麻的 就算能生的话 只能说很幸运 很幸运 正好这个 它能遗传 很幸运 护麻跟黑柴是完美搭配啊 因为护麻身上有黑柴基因 只有黑柴和赤柴才能生出护麻来 两只赤柴也能生出护麻 单看这种 呃这种这个几率吧 非常非常少 但是赤柴跟这个黑柴呢 生出护麻的几率呢 也有 但是也非常少 护麻跟护麻配啊 呃这个小狗呢 能得到护麻幽犬的这个几率很大 但是也是不晚定 因为这种护麻色的猜拳 只有 它成年 或者是它七八个月之后 等到它第一次 黄绒毛之后啊 才能确定它是护麻猜拳 这也是它非常贵的一种原因 八角 看那小木狗比较兴奋 大家原谅大熊 呃 你知道这个护麻 呃 很 有很多人很喜欢护麻 因为 见过市面上的这种赤柴 黑柴 以及白柴 在大街上留护麻 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啊 并且这种护麻色的猜拳啊 我选拳有三只 这种护麻色的柴犬的话 它和黑柴 是完美搭配 就是说 不光是这个护麻跟这个黑柴搭配啊 或者是护麻跟这个赤柴 身体色的赤柴搭配啊 它既能生赤柴 也能生黑柴 也能生护麻柴 所以说 百搭 大家看一下 呃 这个护麻色的名字叫麻团 很可爱的 虽然它的背毛呈现出它 很凶猛的一种气质 但是 它的脸很可爱 它的脸性很可爱 很像豆包 很小 只有十四斤肉啊 特别小 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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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把这个 种弓犬该有的气质 完全给呈现出来了 种弓犬就应该有这样的气质 是吧 见了任何小木狗 任何人也感兴趣 应该有强大的欲望 来支配它的整个样貌 来 并且 呃 大熊的尾巴形状啊 还有身体结构啊 它的背毛啊 它的这个头耳朵 以及眼睛 都是我心中理想的状态 我百分之百 喜欢大熊呢 因为让我现在去 繁殖一个大熊的复刻板的话 我只有等到 我 我一只神秘柴犬出现 然后把大熊的 这个 复刻 给它复制下来 大熊的这种模样 因为大熊这种模样非常少 桃子 这些母犬呢 除了这个麻团以外 都已经搭配过了 桃子 已经用俘虏配过了 然后可乐 已经用俘虏配过了 这个用大熊的儿子配过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怀孕啊 如果能怀孕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犬舍的每年的繁殖计划 就有一件点的 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 室外的这些笼子里啊 这个每一个柴犬的生活笼 是四乘四 然后是四个平方的 两米乘两米 也是四个平方 就是说高两米 宽两米 长两米 能够让狗狗保持 它一种每天的运动量吧 然后狗狗 它尿的尿啊 还有它的屎啊 分辨啊 我会每天及时的给它清理 不会允许它的 这个 它的活动笼里面有尿 或者有屎的存在 那这个下山到了 及时的消毒 每天都会消毒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再见